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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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加入了畢波 就是他們的交易所 然後現在我自己出來 就是做一個Change的一個 這個區塊鏈交易平台 然後 接下來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在Blockchain做Marketing 你覺得應該是要具備什麼樣子的know how 那我想要講一下剛剛那個 達拉有說的 就是在區塊鏈工作 到底需不需要區塊鏈的相關知識 那以我身為Marketing人來講 我覺得非常非常需要 為什麼 Marketing的責任就是 要把公司的產品 介紹給外面不同的人 那人家 欸 財政會知道說 我聽得懂你的產品 我想要買你的產品 我想要使用 然後再來你們公司 使用你們的產品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如果 對於我的角色來講的話 我覺得在區塊鏈的Domain Know How 是非常非常重要 跟大家分享 然後 在這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個 self coding的一個名言 就是 就是不要找 不要為你的產品找客戶 要為你的客戶找產品 這其實剛剛在幾位 就是說 在達拉的這個分享 也是有說到 其實基本上 就是 現在在區塊鏈的世界 如果說大家都是 只想要用區塊鏈的技術 然後 建造一個產品給用戶的話 其實用戶會非常難轉換 因為 錢包 買幣 手續費 然後還有剛才的交易速度等等的 這個都不是 我們現在所有的習慣的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習慣 就是去中心化 要買一杯咖啡要30分鐘 的這種時間性 所以其實現在區塊鏈的 其實 公司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障礙 就是說 他們要怎麼樣子 把他們的產品 變得那種平易進了 就是 讓用不實用 也不可能說 我要有個DIM 然後你教大家 要去買以太幣 要去買米特幣 然後你才能 來付那個transaction fee 可是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 user來講 他們是 不能理解的 那剛剛 Mia也有講說 好 就算說 我幫你解決這問題 那因為 虛擬貨幣 它是一個 有價值的幣 所以它也需要有一個錢包 來存放你有的幣 那這個 這個部分呢 其實你只要去跟客戶講說 什麼是錢包 然後你要去寄你自己的 有些人可能有租金詞啊 你去寄你的私藥啊 然後你要等等等等 這個東西其實都對 這個產業 要去的quiet user來講 非常非常的難 所以我為什麼會特別想要講這個 就是 如果你只是想要就是 幫你的product 因為 我們一般malking的人是 公司的product是什麼 我就幫他做malking 這件事情 其實在區塊鏈世界 我想 我覺得是 行不通的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 先講這件事情 那我眼中的區塊鏈 其實是 因為其實我跟其他 上三位 講者不一樣 就是 我其實是比較偏在币圈 所以币圈有一個 名詞 叫做 币圈一天 人間十年的 這個 那我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沒有 天啊大家都不是币圈的人 現場有人買過币嗎 任何一種币 在交易所開過戶啊 或是 有一位 兩位 ok 所以有一些人 好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東西 就是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句話 就是 我眼中的 幣圈 就是這樣 就是 是一群人 非常狂熱的 在於 幣價 上升 或是下降的 這個過程 然後 當然可以獲利 所以看一下比特幣 他是09年8 八年來講 他漲了 兩千六百萬倍 為什麼 就是 大概是在17年 年底吧 就是他漲到將近 就是 兩萬塊美金 他原本從沒有價值 然後變成兩萬塊美金 所以 其實在币圈 產生了一個非常狂熱的現象 那我們先不講 就是說 這個東西 到底對區塊鏈的產業發展 好破壞 那我想要講一下 行銷人其實一概都知道這個 就是 conversion funnel 就是 其實他就是 會要從 就是 貨客 然後 activating 然後 retention revenue 跟referral 這幾個方式去 把你的用戶 變成你的 就是 外面的用戶變成公司的customer 這樣子 所以 這個我想要特別講 就是說 每一家公司 或是每一個產業 他們都有他們自己的 一個 一套規則 那我想 就是 這是一個大方向 不過就是 大家可以就是慢慢的去測試出說 到底該怎麼做 到底該怎麼做 那我自己的經驗 因為我就是在交易所 基本上呢 就是 以exation 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要註冊成會員 就是我先把它 因為exation 有非常多種 你可能可以收集他的 email 你可能就是 讓他註冊你的會員 然後 以交易所來講 註冊會員又分 非常多不同步驟 剛剛的達拉有講到就是說 在交易所 註冊非常的辛苦 因為 呃 呃 呃 他有非常多的 原因 要 有非常多的步驟 等一下後面會講到 不過我先講一下就是說 在這一塊我覺得 整體的情況就是說 因為第一個 交易所的 競爭非常多 就是全世界 大概有幾萬家 的交易所 那在台灣就是比較有名的 至少也有十家以上 可是其實 我們在的這個幣圈 其實是非常非常小的一個圈子 所以其實他是一個 非常小的小眾市場 然後 他的那個 用戶特性非常的明顯 就是投資啊 投機啊 然後因為是投資的 你要把你的錢拿出去 所以其實用戶 他的心態是非常的 謹慎的 因為你就 你如果要去吃個東西 你就想說 OK就是一百塊 可是你不會 要去買一個比特幣的話 你就會非常謹慎 你就會覺得說 OK這交易所信不信 可不可信 然後這個幣 你能不能買 等等等等的 所以其實這個 在用戶的 這個 畫像裡面來講 我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 獨特的 然後理解度 第一是因為 大部分人都不曉得 幣是什麼 然後就很想買幣 就是 我們其實 之前其實在那個 交易所的時候 有一些阿伯會打電話來 他說 你這是什麼 然後就開始用台語給你溝通 那我們就要跟他解釋 然後就是這個解釋的過程 大概花一個小時 然後花一個小時 他也是不理解 然後還就只能 Let it go 對不對 他也沒有辦法轉換成用戶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其實理解度低 我覺得也是行銷人的 一個非常痛苦的痛點 因為用戶不理解 他就沒有辦法買你的產品 使用你的產品這樣 還有就是一般管道 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為什麼 其實如果大家有注意 就是其實臉書啊 Google啊 Twitter啊 在 就是ICO非常狂熱的那段時間 是禁止 就是任何這種 cryptocurrency 打廣告的 我們能做的這種 SEO 然後媒體就是各種 線上線下媒體 OK 然後口碑行銷啊 然後一些有賣的活動啊 所以其實我們是沒有辦法 在Facebook上面 就像一個廣告說 OK 你要不要使用交易水 你要不要怎樣怎樣 現在是有開放的 可是我後面就沒有下過 不知道他到底有多難 然後還有就是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產品跟產業的概念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的 也就是說其實 大家都還不懂什麼是比特幣的時候 你根本不可能去買 你只會知道說 欸好像長很多 可是那個新聞又有說 誰誰誰又被詐騙 那我真的可以買嗎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你要把用戶 這麼懷疑的一個心態 把它變成說 喔OK 我知道比特幣是什麼 我其實就是 它就是一個金融商品 投資商品 那我如果要投資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 我就是開始去找 所以其實這個Follow 在Appsession這一塊 其實非常難 所以還有就是我剛才說 就是說 因為用戶是要拿錢進來 所以你要建立它的信心的時候 是不簡單的 它不是就是說 我買一件衣服 我今天可以在哪邊 蝦皮買一下 PCO買一下 什麼買一下 那我覺得對我來講 其實它的那個 進入帳裡面那麼高 所以它就會變成就是說 這幾個問題 就會變成它獲客的時間 非常非常高 然後用戶就會 高度的要仰賴品牌力 也就是說其實我 帶一個金融公司 它跟NAMIS一樣 其實在2014的時候 就在台灣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對我們公司來講 你只要Google一下 就知道 這個 這間XXX公司已經 做了這麼久 然後也有一些用戶 然後如果有人去各大論壇 搜尋的話 也都有用 也都有人在用 然後大家就說OK 那新來的人就會覺得 那好像應該沒什麼問題 所以 用戶在依賴品牌力的這個部分 是非常非常incredible的 然後如果說有一些新的交易所 像18年19年都有一些新的交易所在做 可是他們要過課 他們要把我們這邊的交 sorry B公司 前公司的用戶 轉換成他們的就非常的難 因為用戶年度度很高 他已經習慣了這個品牌 他已經習慣了這個品牌 他就會在裡面用 所以application這一塊 我覺得是 這個是我看到比較native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是應該可以注意的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activation activation這一塊 就是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難的難 就是活躍用戶 因為流程繁雜 資訊過度爆炸 我分幾個層面來跟大家講 就是以交易所來說有多難 法規層面 因為是投資的東西 所以我們一定要做 還有kyc 就是know your customer 然後還有aml 就是幫洗錢這樣子 其實這個對一般的 我剛才新創公司來講 這是非常非常難的事情 因為剛剛有說就是 如果你只賣衣服的話 他們不需要做這個東西 可是因為我們 如果說像交易所 他是在有一點是 做這些偏金融性產品的 這個項目對不對 那政府或是我們自己就會要求說 ok那你要開始做kyc跟aml 這個其實對公司的成本的負擔都非常的大 那以marketing來講呢 就是你知道kyc要怎麼做嗎 剛剛那個 那個大媽有說 我如果要申請的話 一般你 你現在其實如果要申請 這個新會員 你可以就是按facebook登錄 或是你填個email跟密碼 然後頂多搜個那個gmail 確認就可以過了 可是在交易所不是這樣子 交易所的那個就是 你要做秤層可以使用的貴員的 那個時間非常的長 然後你要做各種 incredible就是麻煩的事情 譬如說 know your customer最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上傳你的身份證 然後你還要拿著身份證 跟一張白紙上面寫說 我是誰誰誰 然後今天是什麼時候 代表你就是這個人 然後你是今天寫的 因為有太多詐騙 因為我們剛才有說完 就是在虛擬世界 其實如果你不做這一塊 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是誰 所以其實交易所這一邊 他會需要建立 這樣子的user data 那我們就必須要做出 非常詳細的 那這一個部分對我們來說 其實要轉換去failability 因為你還要拍照 拍照完下來 然後你再上傳 你知道 就是這個步驟實在是 你做一個網路 用app或是用什麼 你都無法想像的 那你用物如果不是真的很想要翻 你用比特幣 他其實多半的都會流掉 他根本沒有那個意義說 好我就是要gasm這顆 沒有 好 那aml的部分其實比較 比較不會是在user這邊有感受到 而是公司內部的一些設計 然後治安層面的話呢 就是說 呃 剛剛Mia也有提到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個區塊的世界 也有存在很多這個駭客的部分 交易所也很害怕 害特來害他們 所以其實他們在用戶的這個 登錄啊 或是什麼各個方面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步驟 以我們的交易所 呃 對不起 前方是交易所來說 這是一個overall的 大家都有 就是 他會有一個叫做 兩次驗證 兩次驗證就是 就是我用 我用 呃 mail 然後他們有密碼進去之後 我還要再填一個 就是 google二次驗證碼 那google二次驗證碼 那google二次驗證碼 他其實就是一組 就是在一個 一分鐘裡面會快速換掉的 置換的 那你只要在一分鐘內 輸入你手機上面的那個碼 到交易所上面的 那就 就match 就表示說你是本人 因為那就是在你手機上面 所以 這就是第二個步驟 就是有人說是2SA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 呃 這很麻煩耶 聽起來很簡單的東西 我們之前為了這一個步驟 拍了一個影片 因為太多人會覺得說 我幹嘛要裝這個啊 我為什麼 就是這到底要怎麼用 然後什麼什麼 就是 這不是一般 我們能在使用網路 會有的行為 所以你還必須要去教育客戶 然後還有啊 然後包括呢就是 呃你要更換資料 他就要鎖點帳號 因為鎖客 很有可能就是 他鎖你進去 鎖客進去你的帳號 然後他會有很多 很奇怪的 呃 行為 例如說他大量提幣 大量賣幣 然後更換帳號 然後等等的 然後交易所為的就是說 不希望就是鎖客 登入有一些奇異的行為 所以你只要更換 例如說2FA啊 或是你的密碼 或什麼的 你的帳號可以鎖20小時 就20小時 你怎麼能不能做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以防指說 OK 你是被鎖客 入清你的帳號 然後要用你的帳號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然後出入出金入金 出金入金就是說 我要把錢放在這個 交易所裡面 就是入金 然後我要把交易所裡面的台幣 拿出來就要出金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出入金這部分也有金額限制 就有點像是說 你現在去銀行 對不對 你現在去銀行有個 你可能每天可以要 領多少有些限制 你可能要匯到國外的一些限制 所以交易所 其實也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這個 會依照就是 不同的用戶等級 有不同 每個交易所的限制也不同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 基本上 如果你是鎖客的話 你當然不會想要 分30天 然後把錢慢慢匯出來 你會想要一天 就把所有的錢都匯出來 因為你可能 只有鎖這一次嘛 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很快就被發現 所以這個部分 也是為了保障 就是在資安部分 保障就是用戶的 這個資產 然後啊 帳戶啊 綁定 帳戶綁定是銀行 就是基本上 真的很複雜對不對 基本上你要買幣的話 我一定要透過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名字的銀行 然後會前進去交易所 然後我才能買 為什麼 因為就要表示說 你是這個本人 而不是別人 所以其實 剛剛講 這麼大一長串 你就會發現說 我的天啊 交易所要獲取一個新的用戶 然後讓他在交易所買賣幣 有多麼的辛苦 然後這之間有多少的步驟 會卡住他 我就覺得 算不想用了 就算有很想用的人 他不懂 他一定會打電話進來反應 說 哎呀這怎麼用啊 怎麼裝除非非啊 然後我怎麼裝這個 為什麼我又被鎖帳號等等了 所以這對行銷的人來講 其實非常痛苦 那還有包含就是產業層面 然後剛才說的啊 像交易貨幣 現在可能這是有好幾千種 然後 每一個帳戶幣都要他自己的特性 那到底客戶就會打電話問我們說 啊 你能上這個幣圖可以買啊 啊 他到底什麼不會怎麼樣啊 等等的 這些東西都 就不是我們會提供 因為我們只是一個平台啊 我們不會提供這種 嗯 而 financial advice 可是 因為這一些產業等等 例如說 像礦額啊 Token啊 币圈 鏈圈 礦圈 我跟你講 所有各式各樣專有名詞 就是搬出來壓實力的用戶 就會就是完全就覺得 嗯 這個圈子到底在幹 所以其實在 對用戶就是要做溝通的時候 這也會是我們 要讓 就是在 在activating 這一塊的時候 會是一個非常大的障礙 那產品介面 剛剛大家都有說到 就是說 使用介面規劃啊 然後使用的難度啊 例如說 大家可能都想要用手機 可是其實在手機上面要下單啊 或是要買扣買女特地 或是你要驗證 同活 其實都很難 所以你就必須要等到 用戶就是 真的回到家 然後把他no-book 打開 然後認真的拍照 然後上傳 或者是或怎樣 這件事情其實 也不是很符合 有現在大家使用網路的消費習慣 對吧 當然還有就是說 他的價格怎麼不大等等的 就譬如說 幣價很大 很多時候大家就會來 然後幣價跌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很想要買 所以其實 在就是 我會覺得說 這一段轉換率特別低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這些 種種的 就連我註冊過了 我還有非常多的問題 然後怎麼下單怎麼買啊 然後手續費多少啊等等的 這些所有的問題都要揚在我們 非常大的客服團隊來解決 所以我剛剛會說 為什麼要就是 幫你的用戶找到 Prada 我們所有的 Prada 其實 基本上我覺得 在這個部分 其實行銷跟客服 其實綁得非常的緊 因為用戶會有非常多問題 然後我們會從用戶的問題 然後來解決我們行銷上面 或是產品上面的一些設計 這個看不太到 不過我想要在下一個那個講說 因為下一個的那個法公司 retention retention就是流程用戶嘛 這個其實是我覺得 幣圈蠻誇張的一個行銷 它就是 你只要買幣 OK 買幣我就送你 把那裡 sorry 所以是不是法公司接 或是病治 然後有其他的就是說 喔 什麼可以送 什麼什麼的 就是 在幣圈的行銷 是很incredible的 我的大資本嘛 就是你有聽過就是什麼 這其實當然簡單 就是你只要就是交易怎麼樣 然後第一名就可以 就有一台名車 所以在那個幣圈很誇張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 不是送什麼房子啊 送什麼遊艇啊 送什麼車啊 什麼的 這都不是一般的人 可以做得到的行銷方式 當然我們這個前行銷是沒有這樣做 所以在retention 留下用戶這一塊 我覺得就是 嗯 它非常的tricky tricky的部分就是 用戶留存力 會受市場的情況影響 市場的情況就是我剛才說的 牛市跟熊市 就是今天牛市的時候大家都會想來 牛市就是 額 價格漲的時候 就是boer market 然後熊市就是價格很低 很低迷的時候 跟我朋友很想要來 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要做什麼 就是不對的時間點 所以我會說正確的時間點 做正確的事情才會示範公費 那 這個部分呢 我就會覺得說 下面有很多就是我覺得 我看到的一些retention的案例 那這邊有一句話就是 大家可以自己去填空 利用使用者的 嘖嘖嘖心態 設計出就是各種遊戲規則 其實 我覺得 以我來看 我覺得這個圈子的人是投機性高 喜歡賭博 所以其實有蠻多行銷活動是 用這樣的心態去設計出來的 包括剛剛送車啊 對不對 然後或是說 我們接下來的這些東西 所以 其實有蠻多種不同的方式 我覺得大家 就是 這個都只是參考的 那 在這個部分 就是要讓用戶留下來 希望他在我們那個交易所 OK 然後來做交易 為什麼 因為交易所的business model 是收取交易所續費 所以他交易越多 我們賺越多錢 他如果不在你那邊交易 你就沒有錢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 上一頁講的就是 oh sorry 在activated這一塊 為什麼會講到什麼註冊這一塊 就是因為用戶要註冊完之後 然後才能在你這邊 買賣幣 然後你才能夠賺錢 所以那一塊會非常非常的難 然後在retention這邊 你就要想說 好啊 如果就是完成註冊了 我要怎樣讓他在我的交易所 交易額變大 因為我們是說抽percentage 想到他交易的越大 我們當然是抽越多 right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就要設計各種方式 來讓使用者 可以在我們這個交易所進行交易 那我先不管其他的 就是一些 我們不可控的因素 所以就開始會辦一些活動 對不對 就是例如說 Loyalty Program 就是如果說 你是我們的會員 你就買這個幣 你就送你什麼幣 然後或是你買這個幣 我就可以再讓你 怎麼樣怎麼樣等等 大家可以無限發展 就是說 這到底可以怎麼玩 然後例如說像 抽獎 鎮獎遊戲 活動啊 這種也有很多人 就是例如說 剛剛像 大家看到那個車子啊 就是 這個圈子就是 好像一定要這麼匹花 這麼的 才會吸引人家注意 人家就會覺得 讀信念他就來 然後又有這種 人人有獎的 就是 因為 剛剛的那一種 就是如果說 是交易 而最大的 那你就可以到車子 可是 小閃戶一定會覺得 我可能 不可能 有 就是交易額這麼大的 機會吧 那我沒講 我就不想要來這邊玩 所以他也會設計出 就是 小韭菜門 就是人人有獎的這種 這種方式 所以剛剛看回來 就是 像這邊 他就有寫說 可能第四名啊 怎麼樣啊 然後還有什麼的 這一種 就是你只要 他就是希望可以 讓每個人 都有機會 覺得有機會 我可以得到這個 特別 然後我來玩一個遊戲 然後呢 就是有各式的交易競賽 例如說 你 某一段時間投資 你可能活力最多的啊 然後等等的 然後還有跟合作 夥伴合作啊 然後 例如說像 在入金的數目 上入金額 或是你手上持有 某種幣的數量等等的 其實都可以拿來被設計 對 然後 我想要講的是說 其實這兩個部分 很tricky的原因是因為 他幾乎零成本 除了送車之外 就是你是實體的車 你如果是送幣的話 是零成本 為什麼 因為幣都是自己產生的 除了比特幣之外 我們講的現在是ICO的 就是Token 我Token是怎麼樣產生 Token就是 我今天在以太上面 以太廠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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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弄了一句ERC20 然後我就說 OK 這個幣可以幹嘛幹嘛 我就自己說 我想要產生兩億顆 就這樣 沒有任何成本 好 可能會有一些工程 什麼 可是他 他不會有任何成本 所以 大部分 在這個圈子 的 拿來送幣的這種行銷手法 其實還蠻具體的 因為 以我們行銷的人來講 如果我們要去買一些電影票 還是要幹嘛什麼的 我們都要用錢去換 可是 他們這邊如果送幣的話 其實 基本上 我自己看來是 其實是 no cost 或是非常低一點這樣 好 那下一部分就是說 就是 就是revenue 我 revenue這一邊 就是要讓用戶 在你這邊付出 交易嘛 那你才可以 monetization他們 所以 我又要再講一次 就是 要 find a product for your customer 那其實基本上 就是以一般的公司來講的話 你要去找 lifetime value 然後 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 跟就是這個阿富 就是 average revenue per pay user 這個 這幾個數字其實是 行銷人 必須要去 就是 你在每間公司 你都必須要去了解的 因為你這樣才知道說 OK我今天有一個客戶進來 他的這個可以幫我公司 帶來的價值是多少 那我才可以去衡量說 我今天可以下多少廣告 去獲取這個用戶 假設說 今天我 呃 一個客戶進來在我 這個公司 他的last time value 可能 假設說是 呃 一年 我們今天一年多好 一年一千 對不對 那我在年度的這個 呃 廣告費的時候 我就可以去 可能花個三分之一的錢 去獲取這個用戶 那對我來講 就會是 有效的行銷的方式嘛 對不對 就是 呃 用這樣的數據去估計 可是呢 其實在 我覺得在區塊鏈 其實這個東西都非常的難過 包含上面的種種的原因 就是譬如說 可能市場啊 然後可能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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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產業的用戶其實 就是投資意識比較強啊 等等等等 所以其實 這個部分 我 我覺得我在 上一份工作的時候 我覺得都 很難 很難把 這個 數字給找出來 那 我想要講就是說 其實就是 因為投資 這是投資的行為 他其實 用戶如果不想要投資的話 你再下多少廣告都沒有用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個東西 在行銷能上面可以 著墨的東西不多 然後 可以結合就是 retention的各種方式 就是我們剛才上面講的 就是說 可能翻各種活動啊 送幣啊 送法拉利啊 送什麼的 可是我覺得效果實際是非常非常有限 那最後面就是 referral 就是其實 上面這樣子下來的話 已經變成了用戶 他留在你這一邊 他也在你交易所交易了 那 可是 對於行銷的人來講 如果你可以讓這個用戶 去referral 你他的朋友進來這個交易所 這才是比較完整的行銷的一個 funnel 所以referral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然後我個人覺得 這個東西在區塊類來講 是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這邊有寫一些口碑行銷 就是 再怎麼樣去打廣告 做磨豆 然後去辦實情 去跟他講 都比不上就是 你的有一個朋友買了比特幣 跟你講說 欸 你有買比特幣嗎 我賺了多少多少 你要不要怎麼樣 都比不上 這種口碑行銷來得有用 尤其是我自己覺得就是 口碑行銷就是 強度 就是 當然是有關係的 然後名人啊 然後再 就是 大於病毒行銷 那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就是 如果說你朋友買了 然後沒想說 我在用XXX交易所 你也趕快來用 像這樣的東西 其實對新用戶來講 其實是進入障礙成本比較低的 因為 假設說我可能 申請了交易所 有問題 我就可以問那個朋友 因為那個朋友就是 有經驗 然後我會相信他 我不會覺得說 他可能要煌我 要騙我 因為我只是去開戶吧 我又不是把我錢交給他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大家可能會在這個圈子看到 有一群人 會是非常認真的去找 就是品牌大使 就是就是說 可能 XXX交易所 他有XXX天使 那他就會是 比較是去幫這個品牌 去比較正面的宣傳 說這品牌在幹嘛 然後怎麼做啊 然後因為有客服的這種東西 那我覺得這是在 雖然速度不快 可是我覺得是 在區塊鏈圈 都是非常實用的方式 因為 比起廣告 OK 然後或是文章 或是任何你不認識的人 然後 跟你做的這些 優勢 都很來得重要 這樣子 所以 剛剛為什麼說 就是透過信賴基礎相對高 對不對 你信賴這個朋友 然後他真的買了比特幣賺錢 然後 他也知道這個怎麼做 所以你就會因為 他的關係 加入這個型戰局 所以我覺得referral 這一塊 其實 還蠻重要 然後大家如果是想要在區塊鏈的產業的話 可以好好想這一塊